大家好 我是哲偉 我是要報告 公有地跟類似像公有資產這樣的一個主題 其實這個專案進行的蠻久 目前看起來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架構 其實包含官方跟民間都會有些資產類資料 這裡面可能是針對公有建築物跟公有土地 只是說它類似是地址或地號 所以它並不具有地理格式 所以就要再進一步去找到 看是地極的資料或者是建築物的 像是門牌的經緯杜等等 然後把這兩個資料做整合之後 我也就可以得到一些地圖 地圖就會引動一些比較實質的 例如說閒置空間的公有土地 它可以做一些社區空間的火化 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空間的用途 例如說這塊地是在古丁捷運站附近 就是有在地的一些這個 年輕人去把一塊大概也不大的 大概20坪之內的公有空地做火化 他們其實也覺得在過程中 就會發展很多可能性 因為畢竟公有地它有點像是 沒有定義的那麼明確的使用用途 所以蠻多可能性可以發生 所以這個專案今天是比較有三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去盤點 目前已經以開放資料格式釋出的 這個公有土地資料 或者公有建築物的資料 然後公有資產或公有空間 其實還有一些形態 例如說容積獎勵的相關開放空間 以及一些國營事業的土地跟建築物 第二個部分就是去整理一些 有了這些資料之後應用的一些方向 那像之前有做過的 像天龍建工地是正在台北市 然後最近也有一個網友 或者是針對國產署全國的公有土地 把它做成一個地圖 那有一些比較是偏向政策分析的一些提案 就是看了這麼多的土地之後 或許會提出一些分析性的方法 去指認說什麼地區跟公有土地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用途的活化 那還有第三個想要招募大家的事情是 因為最近有在嘗試想要跟這個紐約的一個 也是類似針對公有空地活化的議題的一個NGO的組織 想要進行拜訪跟互動 那如果有這樣的機緣下可以合作的朋友 或是我們可以一起想想看什麼 要跟這個紐約一起合作 例如說他們在紐約做的這個網站 他又把他的城市蠻快的PHA上面 那他們也蠻積極的跟在地其他的這個城市做互動 那就很快的看一些 剛才有提到一些展示性的案例 這個是針對國產署跟內政部管理的公共主題 它的範圍是全台灣 所以現在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図態 然後這個是之前針對天龍特工地 是台北市的部分 那我們還有另外有像猜選條件拍照上傳 跟下載單一筆的這個公共主題的學生的格式 那這幾張是一些公有空間的一些形態 例如說廢棄的遊戲場 採訪空間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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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